接下來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希望按下某個按鈕 它就自動幫我完成的話 那我需要做什麼事 這邊這個按鈕按下去 按確定 那這個時候你又要思考說 這裡好像需要一個共用的東西 有沒有 那差別是什麼 差別是在那個 所以這邊我會有一個那個 共用的有沒有 移動工作表底線 從清單 那從清單意思就是說 你給我一個什麼 藍位名稱 那比如說我今天呢 有可能是I 有可能是J K 哪一藍 不過記得是S3 是一個字串 因為藍位名稱是字串 那你就把其中一段 前面那個清單1那個部分 你把它複製貼過來 然後修改 那至於要寫在哪裡呢 你可以寫在表單的下面 或者是說你可以放在模組裡 裡面都可以 可是呢放哪裡比較好呢 我現在是放在表單的最下面這邊 當然你放在模組裡面也是可以的 可是放哪裡比較好呢 其實如果說這個程序呢 也會給其他的表單使用的話 那你就放模組 可是如果只有這個表單會實用的話 那你就放在這個表單就好了 應該了解這個意思吧 因為這個 如果你是放在這個表單 其他表單沒辦法呼叫的到 OK 那但是你放在模組 其他的表單都可以呼叫的到 所以放在模組的好處 就是可以跟其他的表單 所以做共用 可以放在這個位置 那我們先放這個表單下面好了 再來的話呢 有沒有 這邊就一個欄名 哪一欄 然後是一個字串 過來的話其實只是修改哪一個 修改假班的 有沒有 這個 這個哪一個欄 然後其他應該都OK 都沒問題 好 那我們做好之後的話 接下來 再到哪裡呢 再到這個 當這個按鈕被點擊的時候 那我做什麼 判斷 那判斷的部分的話 其實就是多重判斷 這個往前面 在入門班就有寫過了 寫法非常簡單 就是什麼 一幅 假設你點兩下之後 它裡面是什麼都沒有 一幅嘛對不對 那寫法其實就是 如果 cb.test 就是去抓那個 下拉清單裡面的那個什麼 文字的屬性 test是屬性 然後呢 如果等於什麼 等於 第一個可能是 所以這個問題 可能要看一下 它等於什麼 清單的時候 做什麼判斷 筆劃 總共會有五種判斷 所以我們就做什麼 這邊 第一個 就直接打一個 清單 清單 然後再來 記得打一個 zen enter兩下 先把結構先做出來 然後再來 第二個可能是筆劃 所以 control c control v 這邊打一個 else 然後這個是什麼 筆劃 所以把這個改一下 我發現很多同學 好像 這個其實不算 不算困難的 但是很多同學 只要這個地方做錯 後面又全錯了 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再一次 這個就是 筆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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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劃3 最後呢 沒有了 就l4 除此之外 然後最後記得打一個 end if 不忍 那我的習慣是 先把這個結構 先打上去 再去 按一個 tab 如果這件事情發生的話 做什麼 做 這個動作 call 有沒有 這個 然後傳給它 是哪一欄 アイ欄 记得是一个字串 底下的话 一样 Ctrl C 在这边把它改成J 改成K 改成KL M 反之的话是 除此之外 那就是 他应该是乱弄的 所以Meshbox跟他讲说 别闹了 所以我后面 后面我这边已经有写好了 我把它back 这写好 其实这个地方云端上就有了 所以你们等一下如果 来不及写的话 就直接冲我这边 这个 Ctrl C Ctrl V 主要是你要知道这个结构 可以不用急 反正就是固定的东西摆上去 就可以产生了 有时候可能之前我上课 就是反正我贴上 因为我以为你们都会了 所以有发现很多同学他没有练习 所以 回家 你一定要怎样 贴上之后跑OK了 不就没事 不是就完了 记得怎样 请你把这个中间的东西 Delete 掉 这个时候才是开始 OK 如果你没做这件事情 这个要真的把它彻底学会 这个要真的把它彻底学会恐怕有点困难 所以 这个 还是需要练功 然后 做不出来 不要急躁 想想看 用理解的 像我这些全部都不是背的 没有一行是背的 我如果每一行都背的话 那我脑袋有够那么大的空间吗 而且 如果你用背的话 太辛苦了 所以你会看到有些人 为什么每天都 卷容满面 因为他所有东西都用背的 如果他这个用背的话 他的脑袋负荷量会非常的大 而且他会很容易疲倦 其实为什么会疲倦 简单讲起来 就是因为你把别人的东西 放在你的脑袋里面 你就会疲倦了 因为会有相容性问题 对不对 因为你把别人的东西放在你以为那是你的东西 不是 那是别人的东西 所以很多人 像 台湾的教育里面 就是把一个人教成 就是把别人的东西拿到自己脑袋里面放进去了 之后有问题的话 老子跟你讲说你把他背起来就对了 所以这个人的话 久了之后他就会习惯 麻木了 他就会习惯 拿别人的东西放进来就好了 可是这是错误的 对不对 那我 我其实是属于那种 你的东西就你的 我的就我的 我不会拿你的东西放在我脑袋里面 那我永远都是把你的东西消化完变成我的 那我不会 我反正我不用死背嘛 我就用我的直觉 我就可以写出我要的东西了 所以 就不会犯错了嘛 对不对 反正就照着这样的规范 直接就做出来了 OK 所以建议你们 还是要重新再来过 另外 多重判断不是只有用 else if 就 只有一种方法 另外有一种叫 slate case 在VBA或者其他书里面有讲到 那个方法也OK 你也可以 试着去做做看 不过 如果你没时间就算了 如果你有时间你就自己练功 结果应该是一模一样 那有什么差别 其实也没什么差别 只是不同写法而已 那我是查了一下效率会高一些些 slate case 那高多少呢 大概万分之一秒吧 应该 其实说真的没感觉 不然你就懒得记就记这个就好了 所以后来发现我的slate case我用的非常少 用这个方法就OK 好 做完之后的话 就可以 有一个meshbox 别闹了这样子 OK 好那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下拉 清单 确定 诶有没有 然后 一个笔画 他就切回来了 诶可以看到了 OK 好这样的话就非常流畅 好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 自由的去帮你 做 任意的排序 可是排序完好像少了 什么什么东西 所以通常会希望 排完 比如说你今天 第一种排序是给部门一 第二种排序是给部门二 第三种排序是给部门二 意思类推 可能你有不同的排序 会最后需要怎么样 他帮你把这个档案 再定存新档出去 最好是可以怎样 顺便就帮我 Email出去 把这个档案 加到副家长里面 寄给那个人 这样就更方便了 以后的话你就选 点下去寄出了 点下去寄出了 然后你再确定一下你outlook里面 的寄件备份 有没有寄出 这样感觉就蛮好的 以后你的工作 就会变得很简单 以后按下去 事情就搞定了 OK 那怎么做等一下再来看 有没有办法就是 当我 清单做完按确定 他自动帮我 另存一个新档 放哪里 放桌面上 然后 笔画 按确定 除了排序 也另存新档 再来就是 用outlook Email出去 OK 这等一下再来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这个每一段每一段都可以再变化的 不见得一定要 固定的 也许你将来有不同的需求 只要需要用到 另存新档 就可以 做另存新档的动作 所以等一下的话 我们会有两个 两个学习的重点 一个是 排序完 帮我们 另存新档 存在哪里呢 假设我暂时存在桌面上 你将来可以存在某个资料夹 第二个 把那个档案 顺便寄给某一个 部门的人 当然前提你是需要 有 装那个outlook 电脑里面 记得要outlook 而且 outlook里面恐怕要先把它设定一下 那个 设定 设定好 比如说那个 寄信的是smtp的 那个相关的服务 不过 因为 目前我们是用outlook 来寄信 这个因为是同一家公司的关系 所以 目前大概 用outlook会比较简单 可以把outlook 当成一个物件 把它外挖到 Excel VBA 里面 这等一下再来看 呢 呢 呢 谢谢大家